在远古时代 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龙卢 那是黄金树的初始形态 那时的生命是相互混合 不分彼此 龙卢在交界地所塑造的生命 是多种多样的 鸟类 爬行动物 甚至古龙与人类 但最初的生命 无一例外都是巨型的 而如今这些最原始的龙卢生命 只能在唯一的物种收藏库中见到 在浩瀚的宇宙中 这片羽翼未封的土地并不孤单 不久之后 一大批外在神奇 和从星空中凝视的生物 就注意到了交界地的存在 对这个年轻的文明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这其中 无上意志 发挥了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 无上意志先将自己耀眼的女儿 送到了交界地 之后又将黄金流星 连同一只野兽送了过来 据说那后来化成了爱尔登法环 之后与尤米尔的接触中 推测者知道了 无上意志是指头信仰中 至高无上的神 但事实上 他并不是唯一干涉交界地的外在神奇 只不过这些沦为苏家的神奇 如今在暗暗地等待着机会 自古以来 死亡就伴随着生命的诞生 而一直存在 除了生命的脉动 星红的腐败 也在这片土地上事迹而动 毕竟没有死亡 生命将毫无意义 那时并没有生物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因为生命是平等的 生活在独物中的人物了解腐败 人人平等皆有的生命 那是为此存在的死亡 也就是所谓的轮回法则 只要能展现自身的法则 就一定会有信仰者 代表着腐败律法的古代神奇 有着一众虔诚的信仰者 一批是来自乌鲁王朝的那些伟大的诸王 他们不仅信仰心虹腐败 用代表腐败的蘑菇来制成他们的王冠 同时在代表腐败神奇本质的腐败胡编 修建灵庙 祈愿神奇能与他们同在 越来越多对腥红腐败为之倾倒的人们 加入了他们 穿上某部套装 意图在该地落地生根 而第二批是那些随着腥红腐败 而诞生的腐败眷处们 或许他们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腐败之神的眷顾 但只要腥红之花再次绽放 他们便会欣喜若狂 守护着绽放之初的同时 用尽各种力量 促使他们的神奇能再次绽放 腐败绽放所导致的死亡 是这些眷属存在的意义 只不过他们的神奇始终没有回应他们的祈求 这些眷属中有少量的虫子化为了人形 不像人言善道的贤者格威 敦厚老实的穆尔并不善言辞 身穿由腐败的外在神奇所赐服的铜绿色铠甲 穆尔始终与腐败眷属为伴 从穆尔与吉武虫们所使用的罐子来看 至少有少量的腐败眷属 有能力制作各种各样的烟制物 这也是吉武虫们出于善意而准备的物质 几乎所有的这些烟制物 都是从腐败中发酵 为他人提供抗性和生命保护的物品 没有一样是杀人的武器 或许与穆尔一样 这些非人的腐败眷属 他们的本性就是善良的 因为战争 才导致他们不得不从神奇的信仰中 习得那些杀人的祷告 死亡也好 轮回也罢 从此之中都是一个自然而中性的词 只有极端的神 才会把永恒的生命 与死亡的轮回对立起来 献红腐败从来都不是恶的存在 只是因为在律法之外 而在圣体者书写的历史中 成为了诅咒 穆尔力大无穷 却又个性温和 是个可靠的伙伴 不过在这里和其他眷属一样 穆尔也是被自己的母亲抛弃的一员 但这里的母亲 或许并不是指了他真正的母亲 而是和那些白色和红色的腐败眷属一样 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点 被自己的腐败神奇 抛弃了 新红色蝴蝶 作为腐败女神双翼 却没有主人 交际地的中心 也被称为死亡交汇的地方 那些守木鸟为古代魔像 据说他们是为了守护陵墓 那所有死亡的汇集之处而至 交际地从始至终都是生命诞生与死亡交汇的辖间地 以前在老俯古一级的边缘地带 据说有一座小教堂 当时花蕾尚未腐败 是该教堂的象征 虔诚的圣女罗明娜 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 侍奉着那新红的花蕾 只有那些与她心意相通的蝴蝶 与之作伴 而从那时起 在老俯古一纪中 就有小型的蜘蛛蟹 出现在了小教堂附近 成为了这里独有的物种 也因此 用蜘蛛蟹所做的料理 成为了绞人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在古一纪寻求匠神之鱼 来到小教堂 祭拜白色的螺旋塔 并顺便打猎回家煮饭 是他们最经常做的事情 那时的古一纪中 星红花蕾 很长一段时间都未绽放 一切还是绿叶盎然的景象 在黄金与月结合后 永恒旅王发起了对绞人的圣战 随着梅射默的大军来临 大军从两条线路进攻 一条是梅射默亲率 以黄军军团为主的部队 正面进攻塔之阵 击杀多只神兽武士后 攀上螺旋塔 但当大军离神之门咫尺之遥时 或是接到了玛丽卡的命令 或是出现了其他变故 大军从螺旋塔中撤出 只留下了如黄金鲁剑等 些许进攻的痕迹 而另一条 则是火焰骑士为主的部队 进攻古一纪 意在消灭脚人强力的将神力量 但火焰骑士之中的老者温格 注意到梅射默之火的灵性力量后 便企图用于复活那些无魂的活师 嗜血了他 不顾自己徒弟煞赞的劝阻 执意放火焚烧古一纪 大量在《劳俘古一纪》中 做研究的剿人学者被烧死 原本只是在边缘地带 与世无争的小教堂陷入无望之灾 圣女罗明娜身处即将烧毁的教堂 一脸茫然地哄着花蕾 在绝望中 罗明娜发现了异样的维神本质 他向那不祥的星红腐败求助 希望在烧毁的地方 花蕾能再一次蒙发 不知从何时起 那花蕾化成了刀刃 而圣女则成为了守护教堂的最后一道防线 侍奉星红腐败的花蕾圣女 外在神起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哪里有折磨与反抗 哪里就会有突破律法的神现身 花蕾圣女除了蝴蝶的翅膀以外 不仅有着蝎子的尾巴 还有如柏竹一般的身体 而这两样特征 推测者还在一个人那里见过 那便是曾经秘密探寻 位于雷亚卢卡尼亚地底深处 奉引古神本质腐败胡的拉达纲 他留下的蝎尾针上有他独特的狼头印记 黄金柏竹更是所有黄金律法的基本主义者 都持有的诅咒物 然而更特别的是 环绕花蕾圣女的蝴蝶 是不同于交际地那些可以拾取的食物蝴蝶 而是化身为祷告的腐败蝶 他们只为散播腐败而昙花一现 在世间留下那一刹那的星红色 或许是因为神格不够 他没能像单一神奇的孩子那样 为整个交际地留下自己的蝴蝶 可见那时的腐败女神双翼 应该仍然是有着星红星红色的神奇 花蕾丝女的出现 让诞生于星红腐败的眷属们欣喜若狂 那时的眷属不仅也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同时保留了最古老的腐败力量 被抛弃的他们 将花蕾圣女使为了母亲 已经成功攻入螺旋塔的梅圣墨 看到了这一切之后 夏令宗旨了对古遗迹的破坏 善良的梅圣墨 不仅收留了那些绞人学者 并允许他们在重建的物种收藏库中 继续他们的研究 还与花蕾圣女立下约定 不再骚扰 由罗明娜守护的古遗迹 但罗明娜也需同时 为她守护最后的封印之术 曾经据说蓝色五娘是妖精 妖精将流水剑赐予盲眼见识 见识因此得以封印古老神奇 封印腐败 然而这只封印 到底是发生在梅圣墨圣诞之前 还是之后 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只不过随着拉大纲背叛的埋怨女王 回到了王城 成为了玛丽卡的王之后 单一神奇的孩子之一 玛丽尼亚出生 她天生便寄述腐败 这也意味着腐败女神 随时会再次降临 只要玛丽尼亚的新红之花 能绽放三次 这里有很大概率 就是因为古老的神奇 被封印过的缘故 那些再一次为古老神奇 而活跃的腐败眷属们 不再是鲜红的新红色 而是白色 同时环绕着第一代腐败女神的蝴蝶 也不再是鲜艳的红色 而是如新红枯叶般的偏白色 因此推测者猜测 梅圣墨的圣战后 蓝衣见识便在妖精的帮助下 把腐败女神为神的本质 封印在了腐败湖 遇到了玛丽尼亚后 传授给她流水剑法 帮助她压制体内的新红腐败 而重新复苏的腐败女神 也不负往日的荣光 这也是她这次选择神人技术的原因 而由此也可以推知 语言能力看起来有些问题的穆尔 信奉的也是玛丽尼亚 这个新的腐败女神 她始终与白色的眷属们为友 因此 无论是否存在梅凯拉的魅惑 在穆尔的贩卖物 以及那些白色的吉物虫制作笔记中 都有米凯拉的获重数字 在玛丽尼亚与拉塔恩的那场战斗后 穆尔成为了米凯拉的七本枪之一 她与那些新的吉物虫 进入了幽影之地 这里既是他们的故乡 也是他们找回母亲的希望 穆尔在这里的古遗迹 知道了同旅原谍 是女神期望眷属们守护的赤福 便依然穿上了那沉重的盔甲 既是为了守护腐败女神 也是为了守护伙伴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 当被魅惑的穆尔清醒过来时 她还是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可怜气质 在失去所有的信念后 穆尔会选择与那些白色的吉物虫一同死去 就如同她也是一只腐败眷属那样 她的绝望与火中罗明娜的绝望并不一样 从此之中得不到母亲的眷顾 与在绝望中获得了外在神奇的垂青相比 罗明娜在穆尔的眼中是幸运的 但两人又都是悲哀的 一个人本可以安然地在小教堂中宁静的生活 另一个虫本可以平静地 侍奉在腐败女神的身边 不过最终都不幸被卷入了 幽影之地所发生的一切 但他们又同时感受到了 古代神奇无形中赋予他们守护的力量 美什莫从某种程度上救了罗明娜 她成为了守护古一记最后的力量 而米凯拉从某种程度上害了穆尔 没有真正的同伴 只是被利用了穆尔 最终还是会死在褪色者手上 而她从未受到过雷达一丝感激 反而是最终敌对的安帕赫和秀里耶 始终对从她那里获得的帮助 表达感激之情 但在故事最后 褪色者心中还有一个疑问 罗明娜本身到底是不是来自污泽村 她最终的形态 不仅具有典型的熔炉特征 不同的生命在她身上融合 同时作为圣女的她 与绞人所期盼的湖中所诞生的大善人 也有相似之处 如果罗明娜真的是巫女 那就可以更加合理的解释 为何最终梅色墨没有杀她 同时允许她来守护封印之处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推测者所能知道的是 在花蕾生女诞生之后 花蕾教堂才开始有了大体型的蜘蛛蟹 他们就像罗明娜的孩子一样 不仅分布在古遗迹中 还被豢养在塔之阵 即便他们的圣女守护着封印塔的树 罗明娜与穆尔的故事 是DLC中仅次于乌者村 让人伤感的部分 这其中既讲述了古老神奇的故事 也描述了同样信仰下 不同人在这个战乱世界中的绝望 但归根到底 你会发现死亡轮回并没有什么错 极端的追求永生或类似的乌托邦 才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要讲述的 所有关于腐败神奇的故事 如果您还有补充 麻烦在评论区回复 我是手长的光头麦克书 点播关注不迷路